妖怪酒馆 谢谢兰 不谢兰 大人 我想做个条路 我想编辑里 没问题 就编了 谢谢大人 大人 上一次 敬您酒的时候 被您拒绝 这一次 我就想着 让您对我情深义重的说 余道兄弟 今生 我再也不会 会把你变成 我的小鱼干 太啰嗦了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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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付语大人 我想生猴子 生猴子 嗯 你确定你这品种 可以串猴子 我不管 我就想生猴子 可以啊 可以啊 去 谢谢大人 可以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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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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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人 难得有人见到我们好不躲不去的 还好心帮忙 大人不能跟他说话 会不会很寂寞呀 能说出口的话 有事反而言不由衷 没说出口的话 一切都在眼神里 能不能说话 重要吗 重要吗 腰界内卷严重 钱有这么好挣 你都用我做了什么 没什么 啊 就 穿山喝酒 给鲤鱼精烫头 再没别的 没 没有啊 啊 你建议 养猴子吗 要是不建议 我还可以 多挣一些 哎 大人 起雾了 起雾了 哎 等等等等 您听我说 我今天回去的时候 发现院子里果然有雾 然后我就过来找你 发现你不在 然后我就回去一直观察 直到一个时辰前 雾散了 散了 这屋真的很奇怪 好像专门挑着大人 您不在的时间来 起雾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奇怪的事情 嗯 哎 那 这是你的酬劳 你要的四样东西 都在里面 多谢大人 那我回去继续盯着了 来 去吧 哎 这个傻书生 压根不知道里面的东西有多贵重 你为什么帮他 这是人是有 啊 原来如此 他不是坏人 他不是坏人 华主那位更不是妖 金兰之仪为何不保 看来那千年蝴蝶妖没有那么简单